Hello 大家好 今天黃絲拉廚房 想帶你們去參觀一家文具店 我自己也是第一次來的 發現這家文具店都很齊齊 還有很多選擇 所以我就拍給你們看 如果你們需要和有興趣的 也可以上來看看 它應該有三層 這層就是中間那層 這些就是吸引仔 如果你家裏有小朋友 又或者是老師 都可以在這裏買些印仔 就是來吸引 很多很多不同的款式 有些圓形的 有些長方形的 大小都有 不同顏色的 現在就很方便 其實你用這些印仔 如果對著小朋友 有時的獎勵 都可以用印仔做獎勵 吸引仔 吸引很多的印仔 這些小朋友都會很開心 看到它的價錢 有些是二十多元 好像最近那些有些二十多元 還有我看到這裏的文具 除了是你自己家裏 用之外 就算是辦公室那些地方 要買文具 可能很多時候都可以在這裏買 我只是參觀了一部份 接著我都趕時間離開了 所以我就拍著一些給你們看 如果你有需要 即是覺得是 要買文具那方面的東西 這裏都看來很齊全的 這邊應該是那些 看是否有膠水那些 也有些萬能膠 這邊應該是那些 鋼尺那些 也有很多款 不同種類的 不同種類的 那連那些 好像別人做工程的那些 軟尺 或者是拉的那些 硬的那些 這些我最初都不知道是什麼 再看清楚一點 才知道原來是行李牌 一疊一疊 一疊有大有小 下面有 好像鞋帶繩 但是不是鞋帶繩 是應該是一些 比較長的繩 前面兩邊是金屬的 然後是來給你綁文件 之類的 這些是剪刀 也有很多不同的款 好像買來剪刀 那些剪刀 也有 這些是剪刀 有很多款 不同的 這些是 這些是 這些是字母 來的 好像是來做價錢牌 好像是來做價錢牌 這些是 那些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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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 那些 那些也很多 你看看 這邊是圓不跑 我看到這個圓不跑 也挺有趣 樣子挺有趣 現在小朋友的文具 都可以很漂亮 這些是聖誕裝飾 剛才 那現在呢 我就 因為趕時間了 所以我拍得很少 其實在上面還有一層 那現在呢 就落回樓下 那樓下呢 主要就是賣筆的 那你現在已經可以看到 有很多很多筆 放在這裡 那這邊呢 就一些比較名貴的筆 就在玻璃櫃裡面 那如果你們真的有興趣 還有有需要的 都可以來這裡選擇 我覺得它很齊全 那現在出回門口那裡呢 那其實這間店鋪的位置呢 其實這間店鋪的位置呢 就前面這裡是沙咀道 就沙咀道 就沙咀道和鹹田街 好像鹹田街 剛剛那個轉角位 這間叫創意生活 都好像新開的 因為之前不是的 之前好像是健身 健身丸 那我看到它外面也有寫 那它又有玩具 又有很多 畫寶 碎紙機 還有很多應該是一些 畫畫 那些文具 那些那樣的 那好吧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 就like、shar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那還有我也很歡迎 你有個影片下面留言 那還有在我頻道裡面 我有很多不同的播放清單 那其中有一個 播放清單 就叫交遊樂 那是一些本地的行山片 和水上活動的片 那還有風景都很漂亮 那還有按入播放清單 裡面看片 就很方便的 那它會一連串的播放 那還有在我影片下面 有紅色訂閱的位置 你按了之後 按下旁邊的小鐘 選擇全部 那就訂閱成功了 那是費用全面的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還可以like 那我們下次再見 那還有聖誕快樂 拜拜